好 這個場合也讓大家實在是相當緊張 總統蔡英文昨天晚上到了桃園 要來助選站台 但是有一名男子他行蹟相當可疑 在造勢的場外四處徘徊 原因就覺得越看越奇怪 直接上前盤查 沒有想到他不願意配合就算了 最後竟然掏出一把槍來揮舞 警方好緊張 當場給他給壓制 還好這槍只是一把玩具槍 那這名男子到底是誰 他想要幹嘛 這名二十四歲的江信男子 其實他是有前科 不過他沒有幫派背景 他告訴警方說這把玩具槍 是在場外的地上撿到的 所以才會想要交給警察 雖然說是玩具槍 不過他帶著這一把 以假亂真的槍枝出現在造勢場合 恐嚇意味實在太過濃厚 所以包括在今天原本111 總統蔡英文也要去參加 另外一個造勢場合 全部都喊咖了 大批遠景和維安人員 圍著黑衣男子仔細搜查全身 因為他跑到總統蔡英文站台的晚會 在入口處不斷徘徊 心機可疑 遭到警方盤查 但他不配合 竟然就直接掏槍揮舞 男子立刻被壓制逮捕 但他情緒激動還大聲嗆聲 而他的玩具槍就掉落在地板上 換個角度看事發前遊覽車一台接著一台 這名將姓男子也跟著群眾搭車來到位於桃園的造勢晚會 傍晚六點多就因為掏槍 印發騷動 警方立刻呼叫支援 警方透露這個造勢廣場 大約可以容納五到六千人 光是入口就有四個金屬探測門 要確保民眾沒有攜帶維禁品 嫌犯被抓的地點離門只有幾步 距離造勢台上也有一百公尺的距離 而且制高點也有狙擊手待命 想要攻擊其實有難度 男子似乎知道自己能全身而退 還在現場跟員警大小生 這名二十四歲的江姓嫌犯 有前科再生 平常住在臺北 他向警方公稱自己只是來湊熱鬧 玩具槍是路上撿的 裡頭沒有子彈 雖然無人傷亡 但他帶著以假亂真的玩具槍 出現在敏感場合 恐嚇意味濃厚 如果還對於警方有恐嚇威脅的動作的話 也會另外觸犯刑法三百零五條的恐嚇為安罪 法律上面是可以處到兩年以下的有期突襲 男子最後被依妨害公務罪移送 距離大選只有十五天 就遇上民眾脫序掏槍揮舞 這背後究竟有沒有牽扯到選舉利益 是否有人指使 警方將持續調查 也提高警覺要全力防堵意外發生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